欢迎收看梦幻厨房在我家 我是瑞琳丽扁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非常好吃的番茄蔬菜 哨子面 可以吃到满满蔬菜 营养丰富 一锅简单料理 汤鲜味美的 常备家常面拌料 哨子面 我们赶快来准备材料的部分 先来准备酱料的部分 豆瓣酱1-2大匙 冰糖1大匙 乌醋适量 蚝油2-3大匙 白胡椒粉适量 猪的后腿或是梅花绞肉200克 其他的食材有 洋葱 新鲜香菇 牛番茄 鸡蛋 葱 蒜末 我们将所有的食材呢 切丁备用 新鲜香菇的部分呢 我自己还蛮喜欢吃这个梗的部分 我觉得口感很好 多吃点纤维呢 挺不错的 那就看自己想不想保留咯 反正就是把所有的食材 切成丁状 哨子嘛 就是把所有的食材 切成碎丁碎屑的意思 洋葱的部分呢 也是先对切 剧除掉老皮之后呢 一样也是把它切成小丁状 有食物处理机的呢 也可以用修处理机来处理这些食材哦 反正就是把所有的食材 切成碎丁碎末就对了 我今天买到的是有机的番茄哦 它的size比较小一点 所以我用到六到七颗哦 如果你是买到一般的牛番茄 大概三到四颗就可以 不过食材的部分真的也很弹性哦 如果你喜欢番茄多一点的话 就加多一点没有问题 一样把番茄切成碎丁状 青葱也是一样哦 我分成葱白跟葱绿的部分 葱白的部分呢 会一开始爆香哦 葱绿的部分就起锅再撒就可以 另外就是蒜切成蒜末 这个是鸡蛋哦 不是鸭蛋哦 就是吃绿枣的鸡蛋 吃绿枣的鸡呢 壳就是绿色的 吃起来就是一般的鸡蛋 鸡蛋呢 我们准备三颗 把鸡蛋打散成全蛋液 在热好的锅中呢 喷或倒入适量的油 把蛋中大火炒成碎蛋块备用 火力不要太小哦 就是炒香很重要 炒香的蛋块呢 之后还要微煮哦 炒好的碎蛋块呢 我们就放在一旁备用 热锅后喷或倒入适量的油 加入葱白蒜碎洋葱 中大火炒至香味四溢 炒至洋葱稍微的透明变色之后呢 我们一样加入绞肉 炒至变色香味四溢 反正就是把所有的食材爆香 炒香就对了 香菇啦 番茄啦 也都是一样哦 中大火出锅把它炒香拌匀 混拌到差不多之后呢 我们再把酱料出锅炒香一下 反正这集的原则重点呢 就是炒 用中大火把所有的食材 酱料炒香炒匀就对了 拌匀的差不多之后呢 我们加入碎蛋块 接着加入稍微盖过食材的清水或高汤 我是用清水啦 已经非常好吃了 想要追求鲜味极致版本的呢 可以试试看用高汤 大滚后呢 我们捞出表层的浮沫 稍微蹲煮一下 让食材更软烂入味 加入适量的白胡椒粉 先许的冷压芝麻油提个香气 接着是乌醋 我觉得可以多放一些 非常的好吃 绍子酱就完成咯 接下来我们来煮个自制的蔬菜面条 自制面条呢 可以参考我自制面条的影片分享 因为自制的手工面条 很好煮手煮透 所以大概需要点个两次的水 就可以煮好面条咯 就可以煮好面条咯 完成的哨子酱呢 其实不只搭配面条哦 非常的好吃 其实直接淋在饭上 也非常的美味哦 夏天天气热 这样煮一锅呢 什么都有 真的非常的省时方便 大家不妨可以试试看这个哨子酱 自制的好处呢 就是爱零多少料就零多少料 然后搭配自制的腌萝卜 绝配 一喜好撒上白胡椒粉 乌醋 葱绿 芝麻油 一碗完美的蔬菜番茄 哨子面 上桌 以上就是今天的食谱分享 如果喜欢 别忘了按赞留言加分享 最新的食谱 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更多的生活分享毫无推荐 欢迎加入我的iPhoneFB 还有别忘了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这新影片哦 耶稣爱你 我爱你 我们下次见 拜拜